實在就是 SUM 哈囉大家好 我是金豪華汽車的小黑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右手邊這一台 2015年的Nissan Joke 對 有在Follow Nissan車系的人 應該一眼就會覺得說他的 車燈 車頭造型 對 很像那個 他的當家小跑車 370Z 沒有錯就是這種 箭頭型的 那 這只是他的小燈跟方向燈而已 他大燈其實是在這個地方 在小改款前呢 他這邊就只有一個圓圈圈的大燈照而已 那小改款後他就多了一個魚眼 遠近光燈 在這裡 然後整個車子流線的造型 就很像一台放大版的370Z 車側啊 他蠻特別的 因為這台車 雖然說是Nissan 可是這台車其實是英國製作的 就是他們設計生產的 後箱空間 其實他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這台車怎麼長的那麼奇怪 就是有點前衛啦 大部分的休旅車 還有往下挖 或者是有個坎 那這是完全是全平坦的 那容積空間呢其實也蠻夠的 下面沒有備胎 所以他又多了一層更大的置物空間 然後後座一樣有椅背分離傾倒 六次分離的 兩邊都可以 這邊都有各個有拉環 拉柄 然後還有兒童安全座椅固定的地方 底層的部分目前是 五萬兩千八百三十五 五年車 一年 好平均一萬而已 那方向板的部分 我們一樣可以看得到 就是一些影音的快控鈕 那這邊有兩個小小的按鈕 幫我稍微特寫一下 一個是定速 一個是限速 這有差喔 大部分的定速功能就是 你可能定100 它就是幫你維持在100 那限速的功能就是 你假設你設定限到多少 它最多就只能開到多少 左手邊的部分呢 這邊是電動收折後試鏡 然後下面的話 一般 目前其實講實在的 一無年車來說 其實未必到 很多車都有循跡防滑 那它有 然後Nissan一直以來都很貼心 他們都有做抬壓偵測 中控的部分呢 首先大家會看到 不管是門板 還是中央 中央坐這邊 都是紅色的 相信大家如果對紅色有興趣的話 應該看也看蠻喜歡 外面白色裡面坐進來 紅色的內裝 紅色的皮椅 車縫線 乾乾淨淨的 沒有特別多的刮痕 就是 還是蠻亮的 鋼琴好氣 再來就是它 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特色 目前大家看到的是 可能溫度的部分 但它這個icon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是做 雙色的設計 你看我現在按駕駛模式 這邊字就變了 我按Normal的話 我可以看到 現在的 扭力 按Sport的話 可以看到我的馬力的輸出 那按Eco的話 它就會即時顯示 目前的平均油耗 然後你也可以看 這邊的紀錄表 你目前的平均油耗 區間值在哪裡 對 都可以看得到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這是 算CUV吧 但它竟然做這個G-Force 就是那個G值感應 很酷 對 然後你要換成空調 就再按一下 蠻直覺的 因為它這邊會變 你也不會說你切換之後 你就看不清楚說 字在哪 身高171的話 將近一個拳頭 那如果大家有仔細看影片的話 你剛看車側的時候 會覺得說 它的窗戶有點小 坐在裡面會不會很壓迫 其實其實不會 因為第一它的門的開度夠大 再來進來之後 我頭部空間也還有 將近一個拳頭的空間 好那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 引擎室的部分 第一 15年的車 五年車而已 所以引擎 還是非常的乾淨 從任何一個金屬鍵上 管路 管線上 都沒有看到特別均裂 或者是霧化烈化的痕跡 然後這個 我們就簡單做清潔擦拭 再來它的引擎 是1600cc的 1600cc CBT無段變速的 那個變速系統 對 那車子的話 我們均有做認證 所以大家也都不用擔心 基本保固就是一年兩萬起 再來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車身上的板件 這邊 車身號碼的貼紙 什麼都還在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右手邊這台車呢 是2015年的 Nissan Juke 1.6的 1600cc的車 那我們公司呢 開架是59萬8 對 59萬8的車 你就可以買到五年內的車 然後 前衛的造型 漂漂亮亮 乾乾淨淨 重點有保固 該有保固就有保固 然後有認證 大家都不用擔心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或者是開啟右下角的小鈴鐺 隨時追蹤更新一步的那個 二手車資訊 那我是金豪華的小黑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實在就是 SUM